來到農曆潤四月十五,射手藏滿於月食特別版的最後一位幸運2 正如上一期所說,最近我很忙,所以今期十五的星雲是cancel的 不過如果上期反應熱烈的頭三甲 可以在今期根據上星或太陽星座講講自身整體雲勢 現在這個貴君,其實上期的反應是不達標的 但算了,我都覺得皆大歡喜,而且畢竟是三個而已 都不會很浪費時間,而且我都不是這麼計較的 所以這個星座都會去講一講 跟上兩個星座都一樣,即是顧鴨君一樣 我都不會這麼快去透露究竟這個是哪個上星或太陽星座 但我會不斷去講一些鍵詞,或者是一些性格 就去陰些陰些,給大家去猜一下 第一個鍵詞就是靈感 亦都是跟我以下這個片段很有關係 大家請去看影片 唉,這個真的是上天安排 我忽然屎發行的,無緣無故拍這個出來 加上這個更多的解讀 反而這裡是令你去看護到一些你和他的東西 我很好安慰 我覺得這個就是宇宙忽然之間去推動我這樣做 可能都是神推鬼屋,心血來潮這樣做 但原來是令你去明白一些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值得慶和的東西 好啦,看完這段影片 大家其實明白我說什麼呢? 沒有,話說有一次我和一個塔羅占卜 但之後忽然之間 我就忽然之間有個直覺 就有些更多的資訊 是給他知道,我直接拍給他看 但就是因為我這個靈感直覺 無端端就做了這個舉動 就令到他對我整個塔羅的解讀 有更加深層次的一個理解 亦是令他勾起了一些事情 亦是勾起了他的靈感直覺 他就說我終於明白發生什麼事了 所以整個故事是很巧妙的 所以原來這個貴君 你們現在這個星座 在今期都會忽然之間有一些很強的叮一聲 然後就會想著去做一些事情 尤其是可能是一些和創作有關 或者正所謂有一句叫 不明則以一明驚人 不非則以一非衝天 有些事情你們在那裡潛藏了很久 忽然之間那一刻想爆出來 就會想做 尤其是和什麼呢? 尤其是和你們的一些好朋友 哪個好朋友呢?添結了 所以這裏已經是第二個提示 即是你們這個星座 第一就是我們在尖聲學上 會和一些靈感有關係 第二就是原來你們在尖聲學上 和天蠍座是朋友 還不要忘記了第三個提示 在我上一個雅君的影片 是有提到的 原來今期你們三個貴君 都在尖聲學上 是有一些關係 有些特定的關係 所以現在能否猜到哪個星座呢? 好了 但無論如何 你說可不可以容易 將這些靈感去實現呢? 真的去做了一些事情出來 例如我當什麼呢? 例如你有一個 passion 去作一首歌 你也真的要去找一些 instrument 找一個 software 去搞那些東西 是不是? 好 又當... 有什麼好呢? 我當你很想去寫一本書的話 你也真的要坐下去找一張紙 這個時代已經不用紙筆了 去找電腦 我當原來你連電腦都沒有 你也要去買一部電腦 對嗎? 去搞好一些東西 你也要找一個 Publisher 對嗎? 那麼容易去做好這些事情呢? 又要請大家去看下一條片吧 還有其實你有沒有想過開班教占星呢? 很多妹妹仔都很喜歡這些東西 人家開課呢? 我記得有一個人開四千多元十二課 其實有得做的 因為教學很花心力的 尤其是古典簽證呢 如果要教的話 我是要很多東西去準備 那我就真的暫時沒有想過這件事 但是我很多謝你給我面子 是的 開課教塔朗 我都會想過先 古典簽證呢 要有很多connection 要去考這個資格 考那個牌子 但是說真的 我以前都經常說 其實這些原學術數的東西 是不會有一個牌子的這個學校 因為我做什麼要 就是大家原學術數的東西這麼高這麼大 我怎麼會 為什麼我要去買你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現在不是說 是有數界嗎? 現在不是說去science 去考engineer 去考律師牌 不是這些嗎? 所以那些牌子 我是癡之以鼻的 但是 你沒有這些牌子 你的認受性可能不夠高 所以很矛盾 說真的香港 你要找一些有牌子的學校 都有一些的 但是那些好不好呢? 我就覺得不太好 因為那些都是現代潛星 我經常說現代潛星 只是說心靈那些 是很虛無飄渺的 古典潛星 就真是 prediction 我喜歡這件事 看完這條片 究竟大家 明不明我想表達的是什麼 原來有時候 空有一個熱情 空有一個念頭 是不夠的 都要自己有很多的資源 resources 或者是一些人脈 其實人脈都是資源來的 是一些network 去成就你 去support你 但是呢 好境不上 閣下 現在你們這個貴君的星座 就算有時候有些衝動 原來你們真的不夠這個力量 尤其是說一些很實在的一些 你需要去dispose的一些成本 可能真的在說金錢 或者是時間 你們不夠這些東西 去幫自己 去把那個夢想化為實際 那怎麼辦呢 一定要聽清楚 原來是有貴癮的 第一個貴癮是誰呢 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哦 你們那個好朋友 天蠍座 天蠍座 真的很幫到你們 他們又可以 如果你們跟他們相處多些 他們是可以無端端令到你的靈感湧現 可能你們約出來吃飯 聊聊聊聊聊聊的話 他們的言談之間 會說到一些東西 是啟發到你們的 然後啟發完之後 你就真的想把這些東西 去做出一個什麼成果 如果你不夠resources去成就自己 這個project 他們又會幫你 你說是不是很好呢 原來還有第二個貴癮 但是這個貴癮 那個力量是沒有那麼強的 就是我們在簽星學上面 有土星掌管的摩蝶座 又叫山羊座的朋友 所以首選 首先就一定是找天蠍座 因為他由前到後 都是會前後包收 去幫到你搞定整件事 第二個 就是雖然跟摩蝶座 就是我們說摩蝶座 或者叫山羊座 一般他們比較沉悶的 他們這些人都不會 就是跟靈感是完全不習慣 但是起碼我當你自己 有時候有些靈感湧現之後 你想去成就一件事 起碼他們會幫你 好了 那到最後 其實究竟我說這麼久 原來是哪一個星座呢 跟靈感有關 跟天蠍座 這個水性星座也是朋友 其實我是說雙魚座 雙魚座跟之前那兩個星座 究竟有些什麼千絲萬縷的關係呢 原來因為在簽星學上面 你們三個都是叫做變動星座 Mutable sign 好 今期這個特別版是圓滿結束了 祝大家來好運的魚耳吉祥 好 好 感谢观看